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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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om 大家好 我是纽约新信圣经宣言的金金来 我主要在圣经宣言叫圣经和圣经的原文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彼得的书信 有前书有后书 他这个彼得圈后书里面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圈书 另外一个是在后书 现代的人想到天使或者灵者的事情 好像有一些误会了 另外非常古老的历史 挪亚时代这些 我们有的是搞不清楚 所以人翻译圣经的人会错 我要提两个问题 很可能有一些一般基督徒来说 不是很重要的内容 可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彼得前书第三章18-20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被致死 按着灵性说 他复活了 他借着这灵 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有一些神学家来说 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第三章第十九节 这个经文造成了一些神学上的讨论 他们建立一些系统神学 这些呢 我们要先看好这个翻译对不对 我们现代的人对过去的 这个比较古老的经文的了解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合本呢 已经在十八节 有一点不合适的一个单词出现 最后面呢 按着肉体说 他被致死 这个没问题 这里有肉体 然后呢 按着灵性说 他复活了 现在说明主耶稣基督 这里有肉体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曾经有肉体 按照肉体说 他被致死 而是按照灵性 灵性 这个灵性呢 我有点不骂你 灵 肉体是相反的 这些灵就好 为什么砸了这个心 我不是很确定 很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是小小的事情 这里提到肉体和灵 耶稣有灵 耶稣有肉体 祂是复活的 祂没有死 按照灵 可以说祂没有死 按照肉体 祂有死 这是一件事情 第十九节呢 祂借着这个灵 这里呢 英文的话 可以用关系代名字 那个灵不下重复的 借着那个 那个灵 英文是可以用关系代名字 这里只有说灵 前面是灵性 两个是应该是一样的才对 所以我比较喜欢灵 不要加那个姓 十九节有问题 它正确 传道 这个单词已经有问题 传道 传道 让它给那些什么人呢 在监狱里的灵听 当然这里的灵 中文在那些是附属 我们都知道的 有的中文不会标达单数复苏 但是这里刚好那些 我们知道这个灵是复苏 这些灵 那些灵是在哪里呢 在监狱里的 然后呢 耶稣接着这个灵 自己的灵 祂曾经去传道给这些灵 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知道天主教队有一些意见 有一些先学家都有意见 到底就是什么意思 首先这个传道 这个字呢 十九节的传道 我们平常中文传道的 或者传福音 大概一样的西道文的单词 我们是Evangelism 英文这样是Evangelion Evangelion 这个传道 或者信息好消息 福音这个Evangelion 有关系的 这个从这个开始 就是东词的话 可以说传福音 或者传道的意思 平常用的是 那个字开始的 Evangelion开始的 那么这里的传道 是同一个字吗 不是 这里是西道文是 Giliso Giliso是 平常是什么意思呢 宣告 或者宣布的意思 平常它不会用这个来 就是传道 或者传福音的 而且在西道文圣经里面 十九节没有说 它传什么东西了 它宣告什么东西了 直接说宣告了 或者宣布了 我一直说按照语法说 它没有放 那个肢解的受割 没有放肢解的受割 可是中文来看 它接着灵 曾经去了 传可以做动词 道是做肢解的受割 传道 两个可以分开的 在中文里面 这个非常不合适的翻译 应该怎么翻译 对呢 它接着灵 它去传道 不是传道 宣布了 宣布什么 没有说 那个宣告的内容 没有说 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 听 这个我没有错 那第二十节 有另外的问题 二十节 就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了 现在说明这些 那些灵 那些监狱里的灵 是谁 我们现在单单看 十九节 不知道这些灵 是谁 第二十节 有说明 就是那从前在 挪亚的 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这是挪亚时代 发生的事情 挪亚时代 有什么事情呢 这些呢 就是这些 那个灵门是谁啊 不信从的人 中文有 不信从的人 说得非常清楚 这里呢 按照和本 这些在监狱里的灵 是人 而且他们是什么人呢 挪亚时代 不信从的人 若这么说 人家会看这个经文 会说 耶稣还是到监狱 监狱我们需要解释的 反正怎么解释 我们现在就是 直接放监狱 那在那边干嘛 他就是在那边传福音 就是传道给什么人呢 以前挪亚时代 不信从的人 我觉得这个太奇怪 如果就是一切 没有信在监狱里面 要给他们机会 为什么只有 单单给 挪亚时代的罪人呢 不同的时代 这么多罪人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里 二人世界 有很大的问题 何本 杂了这个人 这个完全不对的 你看希腊文圣经 英文 所有的英文 应该没有犯你错的 我猜得 所有的没有犯错的 这里的那个族事 没有错 那个形容这些 在监狱里的那些灵 这些呢 在挪亚时代 出问题 这个也没有错 出什么问题 我们不知道 可是有一个我们知道 就是这里说 不信从 就是不顺服的意思 人 你不能加的 这个是何不能加进去的 这些灵 那些在尖利里的灵 是什么呢 他们在挪亚时代 不顺从的 不听话的 这些不听话的 那回到第十九节 传道 传福音 对呢 我说不对 那个是宣告宣布的意思 主耶稣 这些灵 我们不要说 下到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他宣告给这些人 这些人 挪亚时代出问题了 而且他们是不听从神的 不听从的 不听话的 像这些灵 耶稣宣告了 宣告什么 我们现在不说 为了理解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 我们探讨几个经文 第一个是 同样的 彼得 我们看彼得 后书第二章第四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这里同一个彼得说 使徒彼得说 就是天使犯了罪 什么时候没有说 天使犯罪 让神也没有宽容 可是他们是灵 天使是灵 不会死的 天使不会死的 那把他们 怎么处理呢 丢在地狱 地狱是可以说 监狱一样的概念 招在黑暗坑中 这个坑也是 监狱一样的概念 他们要等候大的审判 等候审判 这里提到 犯罪的天使们 犯罪的天使们 把他们丢在地狱 或者在黑暗坑中 让他们等候审判 有大树第六节 也有说 我们看有大树第六节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 把他们永远 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这里提到天使们 这些天使们是什么呢 不守本位 自己神给他们一个位 可是他们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 这些天使 这里提到 清清处处天使 他们跟人家 不一样的住处 可是他们离开了 神把他们怎么处理呢 用锁链来 把他们永远 拘留在黑暗里 前面是 我们刚才看的 毕童和书是黑暗坑中 或者地域里 或者在毕童书 我们现在文体的内容 毕童书三章第十九节 那边是在监律里 我相信这些事情 都是提到同样的事情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 另外的奇事录 现在不要看了 奇事录二十章第七节 也是差不多 那一千年晚了 撒旦必从监脑里被释放 撒旦也是 在一段时间 在监脑里面等等 还有一个经文 我觉得很有意思 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十六节 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十六节 大灾 敬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与外邦 被世人幸福 被接在荣耀里 这里耶稣 从四点当中 他要做的事情 这里呢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圣灵称义 这里提到这件事 被天使看见 这里提到被天使看见 被传与外邦等等 这里提到耶稣 被天使看见 我对这个 彼得前书 第三章十九节 二十节 这一段的 我自己的内容 其实不是很容易解释的 我是这样想 耶稣死了 他在那个 阴间 我们平常是 阴间是四点的地方 在坟墓里面 他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晚上 被埋葬了 礼拜六在阴间 在坟墓里头 礼拜天很早起来了 他说什么呢 如果根据这一句话 我们要理解的话 他到那个 过期犯罪的天使们 这些灵 向他们宣告说 你看我们认为 你们杀我 你们得胜 你们告错了 我就是得胜了 我得胜了 很可能 这一种的宣告 这一种的宣布 当然 这个经文 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没有办法 知道那个内容 可是我这样猜测的 当然这里呢 不可能是人 你不能叫人 他们是天使们 他们是灵解的 这些存在 不是人 你看我们不太知道 这个灵解的事情 所以有的是灵解的事情 到了这样的内容 我们自己告不清楚 翻译圣经的时候 也是杂人 有很大的错误 我相信这些是灵 英文 大部分的英文 所有的英文 我知道的 没有犯错的 你不应该杂人 我们这样重新看 这个第三章 十九节的内容 十九节开始 他接着灵 他曾经去 不是传道 宣告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 然后二十节 其他我不要管他们 然后不听从的人 我不要叫那个人 不听从的 这样结束了 那么我们可以 清清楚楚知道 这些灵 耶稣跟这些天使们 这些灵 就是天使们 跟他们的关系 这个是 彼得签书第三章 十九节 二十节 看到的问题 那彼得后书 有另外一处经文 哎呀 这个呢 怎么说呢 很简大的事情 可是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的翻译 就是 不管希腊文原文 怎么说 怎么写 我自己想什么 就是按照 自己的想法来翻译 那个是 彼得后书第二章 第四节的 彼得后书第二章 第四节 我们先看一下 彼得后书第二章 第四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神也没有宽容 上古的世代 曾教洪水 临到那不敬前的世代 却保护了传异道的 挪亚一家八口 对 刚才我们第二章 第四节 要揭示 为了揭示 那个 彼得前书第三章 十九二十节 我们已经看过的 天使们 犯罪的天使们 神 把他们丢在地狱 造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然后呢 下一节 第五节 怎么说呢 神也没有宽容 上古的世代 前面是提到犯罪的天使们 然后呢 提到那个犯罪的人 天使也犯罪 人也犯罪 这个是挪亚时代发生的 神大大的犯罪 对人 神怎么出了洪水 这个是人犯罪的结果 神的生判 可是对犯罪的天使们 神的生判是什么呢 主耶圣经没有提到 只有提到他们犯罪 那在新年圣经 我们看到 把他们灌起来 给他们登到 那个永恒的审判 这个是我们在 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犹大书看到的 那接下来 第五节 这个彼得后书 第二章第五节 怎么说呢 曾照洪水临到 那不经浅的时代 这里说 却保护了 传一道的 挪亚一扎八口 这个很特别 这里介绍 挪亚这个人 他是什么人 他是传一道的人 传一道的人 如果那个一先拿出来 就是传道人 挪亚是传道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传什么道呢 一道的人 那这里说 挪亚一扎八口 我们都知道 在那个创世纪里面 挪亚一扎八口 我们都知道的 这个好像看起来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不是很严重的 还是有问题 这是很奇怪的 为什么很奇怪呢 如果你看 希腊文圣经 这里的一扎八口呢 这个不是真正 希腊文的意思 希腊文 不难这边的希腊文是很清楚 而且很容易看懂 我们看一二三四五 这个是数字 一种这样的数字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这是另外的系统的数字 英文都one two three four 另外的是 the first second third 你看one first 完全不一样 two second不一样 three third 差很大 这个是不同的那个数 那个不同的数 一个是我们说 ordinary number cardinary number 不同的那个英文 也表达不一样的 很可能 那个叙数啊 技数我不知道 中文怎么说 一个是叙数吧 这里不是八口 八口是 一二三四六七八的八 可是第八呢 希腊文不一样 这里是第八 这里没有是八 这个不是八 没有是第八 只有第八 这好奇怪 第八个 第八个 传异道的挪牙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 你学了一点点 希腊文会知道的 凡的的人都知道 这里的意思呢 人却保护了谁呢 传异道的第八个挪牙 不是问题呢 到底是挪牙 传异道的第八个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八个传异道人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们现代人 搞不清楚 他们虽然知道 那个希腊文的 非常容易懂得 这个单纯的意思 可是他们不明白 第八个传异道的 这个挪牙 是什么意思 那翻译的人都决定 按照自己的 按照自己的 这个不明白的 他们自己决定 挪牙一家八个人 或者挪牙和七个 他的家人 又这样的 都是说那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 这个八 对 他们没有翻译 希腊文的第八的意思 好可惜 好可惜 我说我在说这个希腊文 很容易看懂啊 也学了一点点会知道的 却包括了 第八个传异道的挪牙 这样的意思 不难 难的是什么呢 到底是第八个传异道的挪牙 是什么意思 我看圣经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成年 我虽然 我会讲现在希腊文 我懂希腊文 我十八岁开始 我已经学希腊文 二十个岁开始 已经开始造希腊文的 亚当人我看懂 可是呢 我看抄本 我看这些原文的圣经的时候 这是古老的文件 所以现代的人 有的是不太明白 有啊 我看有的是抄本有错误 抄本抄本之间 有不同的 这是我的转场 可是这些呢 虽然我就一个现代的人 看过去的古文 我不太明白 我会保留他的了 我不会乱就是 盖他的了 我不想 那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如果他说 而且这里呢 没有什么难的 非常容易的 我一直强调 就是非常容易的希腊文 第八个传异道的挪牙 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明白 可是到底你怎么说明这个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会说明 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灯一灯就好 对 灯到耶稣 圣灵 这些圣灵来 告诉我们也好 或者看看 就是 可是很多人 很着急啊 自己 自己按照自己的看法 改 就是不好的习惯 特别翻译圣经的人 不可能这样做 没有这样的自由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美国人 已经会天价了 很好的朋友 他叫Eugène Fulstic 这位呢 本来是新领会的 美国新领会的一个会友 可以说一个知识 或者长老 他是开公司的一个老板 蛮不错的 很赚钱的 可是他有一天 他的宗会 他的宗派 邀请他 进到他们的神圣院 神圣有问题 在神圣处理这个神圣问题 这样的Committed 一个 委员会的一个会员 他到了那个神圣里面 发现 神圣的很多教授们 根本不相信圣经 这个不想话 这个平行徒 没有想到神圣院的教授 教圣经的人 根本不相信圣经 他吓一跳 他很难过的 他就是把自己的公司 都卖出去 他建立一个institute 一个研究所 他请几个博士 他直接会研究的 然后他就是专门研究 圣经的科学性 或者圣经的年代学 好多年 他出了几本书 好几个论论 我认识他很久的 我就是到过他的家 我们讨论很多东西 很好的朋友 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 今年这已经会添加了 我就是 我也一直不懂 这个第八个穿衣道的挪牙 我知道这个希罗文的意思 我知道翻译有问题 可是呢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搞不懂 这个内容 我就是我跟他学习的 而且我接受他的意见 他很喜欢弄 那个圣经年代学 我也自己 我觉得 我也跟着他弄过了 亚当开设 我们就是亚当被造的那一年 开始可以算 他们的年代的 好吗 因为圣经提供我们资料 一定要知道 这个这样的年代 年代的东西 我们要首先 用一个年代 我们说 ano mundi ano mundi ano是年的意思 mundi是世界的意思 拉丁文 世界的年 这个am来表达 这个ano mundi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神造亚当那一年是零年 am零年 亚当被造的那一年 开始算 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 亚当活到934岁 那么他出生am零年 他死am933年 我们这样说的 这样明白吧 你这样根据创世纪第五章 是一张的资料 我们可以算算算算 亚当 塞特 伊诺斯等等 你知道吗 这些那个杂铺的 这些名字呢 除了这些人以外 很多人出生的了 可是为什么 圣经提供我们 这些名字呢 我认为 这个家庭 亚当开始 塞特 不是盖恩 塞特 塞特的很多儿子 当中 伊诺斯 这样接下来 这个家庭的 这些名字的名单里面 的这些人呢 他们还是 敬畏神的 这是穿一刀的 这个家庭 真的说穿到 有一点 不一样的汉里 可是 我觉得还是 这个家庭 还是 金卫神的一个家庭 所以他圣经 把他们的家庭的 这个家庭 放在圣经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 一个亚当死了 然后塞特 接下来做 这个金卫神的 家庭的家长 接下来 以诺斯 这样 那么我们看 那个 诺亚呢 亚当开始 12345678 90 可以说 第十个人 那个 扎普提供我们的 特别创世纪第五章里面的 他是第十个 第一个是亚当 第二个是塞特 第三个是 以诺斯 第四个是 该男 然后马勒列 然后亚列 然后以诺 然后马图萨拉 马图萨拉 刚才忘了 12345678 然后拉麦是九个 罗亚是第十个 可是呢 我的朋友 这个尤金福提供 他注意到 有一个人 没有机会 做这个家庭的 尽为金钱 虔诚的家庭的 那个家长的 这样的机会 就是谁呢 他是 早一点离开世界的 他没有死 他就是 以诺 以诺呢 他的爸爸 还没离开世界之前 已经离开世界了 他没有死 可是离开神 把他接走了 所以他没有机会 做这个家庭的家长 他一个人是 马图萨拉 他说明很长 结果呢 他的儿子拉麦呢 比他的爸爸 早五年 五年之前 已经死了 所以 那个马图萨拉的 儿子拉麦 也是没有机会 做这个 传异道的 很可能传异道的 这个家庭的家长 那么 罗亚是 在这个家庭里面 做一个家长的 第八个 哦 我的朋友这样告诉我 我这个很有意思 我也接受 他的这样的看法 很可能这样的意思吧 很可能不是 很可能是 反正 我们不太明白 这个 彼得厚书第二章 第五节所的 神保存了 这个 传异道的 挪亚 对不起 第八个 传异道的 挪亚 其他人的意思 很清楚 不要懂他 那就是 交给这些事的人 如果神都坏 说得非常清楚 没有什么 操本的问题 操本的问题 我们知道 他的意思 留他的意思 就好了 有的是 我们不明白 没关系的 就是等到时间 就是我的意见 我的建议 好 谢谢大家 来吧 让我们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 一条心 踏着道路 因为学会 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 言语必处 耶路撒 进行 在这里 两个好 优优独播 方 为了 都 这 你们 优优独播 优独播 真的 人